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残疾 活动受限 举不太高 但是对干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身高只有一米六多 而且还很瘦 还有残疾 所以一直没有娶到媳妇 崔丽蕊给她起个外号 叫墨奇 就是形容她的矮的意思 她是和她的弟弟和弟媳及全家人一起生活 自己连间房子也没有 当时就是她的弟媳妇 托我和那个婶子去给我母亲提的亲 说好听点是为了给她大伯哥娶个媳妇 其实就是为了甩掉这个包袱 她的弟媳妇对她很不好 苦活累活都是叫她干 可也从来不给她个好脸 还经常指桑骂怀的 说她能吃不能干 说将来以后还是个累赘 继父到我妹家那年 我十二岁 妹妹八岁 继父刚来的时候 我很看不上她 甚至还有点希望她走的意思 我不怎么给她说话 她给我说话 我就回几句 但从来不主动给她说话 在外人面前就更不愿意给她说话了 我很不理解 母亲为什么会给我找一个继父 而且还是催里出了名的默齐 听到有人默齐默齐地叫她 我的心里就会很不舒服 有时也会给母亲赌气 有一次 我给外婆抱怨说 母亲为什么要找一个人回来 我不喜欢她 她来了我们家之后 我觉得特别别扭 外婆说 你母亲也是没有办法 如果不给你找个继父 你母亲整天病痒痒的 身体不好 你们姐妹两个还要上学 家里还得种地 日子怎么过呀 听了外婆的话以后 虽然有些理解了 但是还是不能接受有这样一个继父 继父平常说话很少 从来不大声说话 可他有个不好的习惯 吃饭的时候声音特别大 我就很烦他 记得有一天下雨 我上学没有带雨伞 放学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人身材很像继父 身上披着一块塑料布 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站在学校的美口东边 而我没有朝那个方向去 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 绕道走的 淋着雨回家了 回家后 母亲看见我回谁都湿透了 为我说 你叔去给你送伞了吗 你怎么还全谁湿透了 我说 我不用他的伞 母亲听后 生气地说 你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呀 你就降吧 你就气我吧 我看你哪天把我气死了 你就高兴了 母亲正数了我 继父回来了说 我一直站在你们学校美口等你 直到学校里的人都走完了 也没有看到你出来 都怪我 没有看到你 害你淋着雨回来 说着 就要去给我煮姜汤水 说是让我去去寒 我赶紧说 不用 我不爱喝那个姜汤 其实我听了继父说这话 心里也觉得挺内疚的 毕竟他也是好心好意的 去给我送雨伞 还在学校美口 等了那么长时间 从那以后 我对继父的态度好点了 继父对我妹也不错 我和妹妹每次交学费 就是家里没有钱 哪怕是借的 也都是给我妹交上 我妹姐妹两个上学 母亲又不能干重活 地里的活都是继父一个人干的 挺辛苦的 而且那条胳膊还残疾 星期天的时候 我也会帮着她干 我上高三那一年 因为快要高考了 有一天老师说 下个星期每人带20块钱 统一定复习资料 因为那时是在镇上上高中 每个星期回家一次 星期六回去以后 我忘记说了 直到快往学校走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交钱的事 然后我就说了 学校订复习资料的事 可母亲说 家里没有钱了 说钱都买化肥了 还不够 还有一袋化肥 没有给人家钱呢 我一听就会着急 说这个星期必须得交上 母亲说 这么早上的 我去哪里弄着20块钱 这时候 继父给我说 你先去学校吧 我想想办法 弄到钱 我给你送去 保证今天给你交上 我半信半疑的走了 到了学校以后 看见其他同学都交上了 我就趁下课的时间 到学校大美口张望 看看继父来了没有 第一趟出来 没有看见 我无精打采地回去了 第二次出来 还是没有看见继父 我心里埋怨继父 明明说好了 给我送来 可是现在也不见人 直到下午 快要上课的时候 我再次出来 看见远处 好像是继父 骑着自行车 朝这边来 我急切地迎了上去 继父放下自行车 从兜里掏出二十元钱 交到我手里说 没务事吧 我为他 去哪里借的钱 他说 你别管 只要是你学习上用钱 我就是投拱地 也要给你借到 听到继父这句话 我的心动了一下 站在那里看着他 然后他给我说 快回去上课吧 说完转谁 骑上自行车 就走了 继父转过身时 我看见他的后背的衣服 全都被汗水浸湿了 为了给我送这二十块钱 大热的天 又是大中午 继父骑着自行车 往返了二十多里路 回到教室 我看着手里的二十块钱 想着继父给我说的那句话 还有被汗水浸湿了的后背 鼻子发酸 眼睛发热 眼泪流了下来 我想 为了给我借着二十块钱 继父不知跑了多少人家 求了多少人 我觉得继父太不容易了 虽然他没有太大的能力 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 但是他也是尽心尽力地 在支撑着我们这个家 从此以后 我对继父的态度 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对待继父 我要让他感受到家的微暖 每次回去 我都会主动给他打招呼 尽力帮他多干点活 继父也感觉到了我的变化 话也多了 脸上也有了笑容 那一年 我考上了大学 继父没有食言 为了给我凑学费 他把家里唯一的一头大黄牛 都卖了 我为继父 把牛卖了 咱们家里的地怎么种 继父说 你上学要紧 种地的时候 我去你书家借头牛 总会有办法的 就这样 继父竭尽全力地供我上学 寒暑假的时候 我也不怎么回家 就是找点家教 饭店之类的活干 这样读完了四年大学 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 我非常节俭 每次发工资 我就留下点生活费 其余的钱都寄回家去 妹妹高中毕业后 也能帮助家里了 我妹家的日子 逐渐好了起来 后来 我和妹妹都结婚成了家 我和我老公 讲了我和继父的故事以后 老公也被感动了 于是 老公也会常跟着我 一起回去看她妹 我每次回家 都是给继父和母亲 买新衣服 让继父穿得板板正正的 崔丽蕊都说 我继父是沾了我的光 可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是瘦小 而且身体还有点残疾的继父 成就了我 如果没有继父的付出 就没有今天的我 可也有人说 我继父是沾了我母亲的光 说继父如果走在我母亲的前头 算是她有福气 如果走在我母亲的后头 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了 当这些话 传到我的耳朵里以后 我在心里想 无论是母亲先走 还是继父先走 我都不会让我的继父 孤独终老 母亲在74岁那年 得病去世了 安葬完母亲后 看着堆在角落里 一直抽烟的继父 觉得非常可怜 客人都走了以后 我来到继父的街前 给了继父一个承诺 就像当年继父承诺我的那样 我给继父说 您放心 虽然我母亲不在了 但我和妹妹 一定会把你当成亲生父亲一样对待 给你养老送终 继父听了以后说 你们都忙 不要惦记着我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说话间 已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没走的时候 继父送我妹到大美口 车子走出很远的时候 我回头望去 看见继父还站在那里 我的眼睛失锐了 对继父的承诺 我做到了 每到过年过节 或是节假日的时候 我和妹妹都会回去看她 吃的 用的 还有钱 从来没有缺着她 继父也很知足 在亲戚朋友面前 没少夸我妹 亲戚朋友们都说 她是年轻的时候受苦 老来有好命 说这叫先苦后甜 身体一直很好的继父 在79年那一年 得了癌症 经过多方治疗 可最后还是没有治好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 我和妹妹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在我和妹妹的照顾和陪伴下 安详地去世了 现在 每当我想起继父 给我说过的那句话 还是非常感动 我想 我这一辈子 也不会忘记那句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